本赛季第一把带皮肤的枪就是毒眼神AK了 乃是在辐射区开出来的 今天就挑战只用这把枪发家致富 我准备带6倍镜 所以枪口最好精致的 其他什么呢没要求 好 开始了 呀 上来就挨打 听声音是吧SL啊 真嚣张啊 怎么敢呀 给他个教训 少年低调一些 还行吧 补充一些子弹 仓库里就几十万了 严重不够用 得多去几次辐射区才行 走不少 轻松搞定 一个狗牌两万五 十个狗牌二十五万 不行啊 太少了 哟 他换子弹了 赶紧走 不能在这待 boss点也有人 前后夹击就麻烦了 好 万事大吉 瞧瞧这人在哪 打完我想就这么算了 看见了 拿命来 没想到可以秒了 这人挨打也不动 也可以说对眼神AKV里还行 可以呀 现在已经不能要求更多了 都冲啥样呢 还是得想办法去辐射区赚金条 不然太慢了 可惜没有信号枪 走吧 硬着头皮也要去 头甲全没了 这个赛季我不知道怎么了 每次死都掉一堆呢 幸好枪还在 这是身上最贵的东西了 又是离辐射区那么远 没有好复活点 卡尸角呢 在哪 还有人吗 就一个狗牌 又看见一个 后座力还可以 度眼神AK本来就捡后座力 再配个精致枪口就特别小了 又一个狗牌 真是一点惊喜都没有啊 想快点去辐射区太难了 总能遇到人 不容易 终于来了四肌甲 这都算好东西了 还上二十分钟 先来黑市看看 对面果然有人 听见脚步声了 没榴弹怎么办 直接上 什么伤害呀这是 就离谱 不是吧大哥 这运气我服了呀 上马我说什么来着 这个赛季特别倒霉 怎么办 枪没了还挑战个啥 来脾气了 改进妹控安排上 这把不发家之父 我名字倒过来写 我去 他直接原地趴下了 惹不起惹不起 咱们转战学校 瞧好吧你 安排 听见枪声了 看见人了 翻出去打他 六级套 随便调个一两件 我还不一波烦 开什么玩笑呢 同样都是人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平常我量一次就巨亏呀 不错不错 买到信号枪了 这把必然是要去 辐射区发财了 不过在此之前 得先把boss打了 留在这里也是浪费 万一人品爆发呢 人品爆发这种好事 好像与我无关 这都算好的了 这赛季第一个boss 直接给我个狼广 不对 楼下来人了 现在想走都不行 机会来了 可能会舔包 等他出来 这一等不要紧啊 就上二十分钟了 辐射区的计划又要泡汤了 哎 你听 他终于忍不住了 好家伙 又一个六级 打他 这次你还不掉 nest 终于看见红色了 可以可以 一个就知足 要啥自行车呀 况且人家三个精致配件呢 空间boss又刷在山顶了 离得这么近 不打可惜了 而且山顶boss特别容易出货 反正我是这样 出去加血就不追了 在外面舔包太危险 还是让他倒在里面比较好 哇 你看 没说错吧 这也是本赛季第一个boss掉红 又是六甲 不能直接穿上 总是因为各种事 去不上辐射区呢 眼看学校boss又要二刷了 咋这么忙啊 你出来的有点晚了 竟然直接凉了 还行还行 这两个boss还算给力 如此一来 之前的损失已经加倍撞回 原体坐飞机返回 收益有95万 不过没什么能卖的 现金依然很少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